记者林晓云,吴百宣台北报道,台大财经系教授管中敏是否能在选序参选台大校长? 教育部次长林滕娇今天表示,管中敏必须在积极和消极,没有违法,资格方面没有问题,才可以继续成为台大校长候选人。 但根据教育部今天提出的咨询专案小组法律研习意见,直指管中敏在台大同意之前,就已在台湾大违法兼职,且违法是正明确,因此管中敏是否因为兼职违法偷跑而失去继续参选资格,又待进一步厘清。 专案小组报告指出,台大校长向有幸谈积酒至尊,其言行动见观瞻,对国家社会发展有莫大影响,教育部对于校长林选,具有释法性审查权限。 管中敏从106年6月14日起,出任台湾大的独立董事、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薪资报酬委员会委员等职,是在台大同意之前,台大与台湾大尚未有产学合作契约之际,即已兼任台湾大独立董事等三职。 违法是正明确,且均与教育和伦理事项重要相关,已未曾在临选程序揭露,因行为违反法令,建议不应予以聘人。 法律报告表示,教育人员任用条例,公立各级学校专任教师兼职处理原则等规定,专任教育人员必须事先书面报经学校核准后,才得兼职,且以该兼职单位已与学校建立产学合作关系为必要条件。 另一台大专任教师兼任非政府机关职务签办表,台大规定已已完成产学合作契约及学术回馈金契约,作为书面同意兼职之必要前提要件。 专案小组调查,管中敏在去年5月2日提出的兼职签办表,明载申请兼职台湾大独董期间为106年6月14日至109年6月13日。 而据台大韩文,台大事在10月2日才正式含之台湾大与管中敏同意兼职,因此可证管中敏违法先行兼任台湾大独董。 不仅如此,管中敏于去年8月1日提出的兼职签办表,台大教务长郭宏基在去年9月22日代理校长才批可,但管中敏却是自同年6月14日起, 开始兼职台湾大审计委员及薪酬委员,又依台湾大薪资报酬委员会运作情形表,管在去年8月31日以实际出席台湾大薪酬委员会运作, 一级在代理校长郭宏基批可前,管中敏违法偷讨兼职,而此违法与管参选台大校长具有时续少紧密关联,可认定两者有重大关联性。 教育部今晚做出驳回台大理委会决定,强调是针对台大及台大理委会,至于管中敏兼职违法一事, 是否丧失消极资格,初步要有台大理委会认定。